哇天哪這個也太亮了吧 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要來做這個D-COM的玩具開箱第二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把第一集看完了 第一集有點長啦 因為我講了很多故事 可是說真的啦 我覺得我分享的那些故事 是我真的發自內心想要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就花了一點時間講了一下 就是我在美國的故事 那希望有興趣的人 喜歡的人會喜歡我這個影片 然後不喜歡的人覺得太長的人沒關係 我第二集第三集會拍短一點點 然後重點在介紹玩具 然後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開始囉 好第一家店的這個玩具 這個是我在 Justin Ichmir 買到的這個玩具 那我要先講他這個設計師 他很喜歡拿那個那個叫什麼 星巴達七行腰刀 中文應該是這樣吧 英文好像叫做 The Sevens Four Yards of Sinbad 就是 就是那個電影啊 好像是1960年代的電影 你可以去上網查一下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個 那種冒險恐怖電影 恐怖電影嗎 就是 就是好像是那個 有人跑到一個島上面 然後冒險 然後島上面很多妖怪 然後因為以1960年的技術來說 拍出那些妖怪是很厲害的 所以那個電影當時是很轟動的 所以這個 Justin 呢 他很喜歡拿這個電影裡面的元素 來做玩具 而且他也很喜歡 跟一些那個日本的玩具做 crossover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講說 我買了這三隻 首先呢 介紹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他跟那個 Headlock Studio 合作 做出來的這個叫做 The Great Garlou 那這個 The Great Garlou 他其實不是從那個七夭島上面來 他是 應該是復刻一個以前的玩具 一個也是1960年代的玩具 有一個玩具叫做The Great Garlou 然後是類似長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用遙控器 控制他走路 然後那個時候 好像這個玩具 那個年代好像很紅啦 我不知道 反正 Anyway Justin 他就是 跟了 Headlock 他們去合作做出了一隻這一個 這隻 黃色的 那我知道台灣還有人 他之前在台灣好像有賣過綠色的 然後還有賣過藍色的 藍色我不確定有沒有虛光 可是這隻 黃色他是有虛光的 那我等一下介紹完另外一隻虛光 我兩次給你看 就是他們那個虛光的感覺 好嗎 那我們先來 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可能大家都看過 因為台灣有一些人有這隻玩具 他就叫做The Great Garlou 然後 盒子大概長這樣 還不錯的盒子 可是他上面的那個寫字都是日文的包裝 所以就是 呃 他有Trademark The Great Garlou Trademark 所以他這個是 從那個The Great Garlou 這個原本的 玩具廠商正版授權的一個授權產品 所以這個玩具 如果說你們覺得有一點點貴的話 那其實是因為他有附授權金 然後他上面還有寫 就是他們是跟這個 Headlock Studio合作的 對 所以他的包裝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 呃 拍一下他的那個 身體的 的 細節 首先呢 我覺得他這隻很棒的是他的那個拖鞋啊 都塗得很好 都沒有液漆 你們看到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 重新塗顏色上去的這個黃色的漆 讓這整隻的感覺就是 比較栩栩如生一點 然後他的褲子的 的這個 爆紋的這個褲子的顏色也塗得很好 那再來還有就是他身上的這個吊牌 其實這吊牌是很硬的喔 是 是 是有質感的一個吊牌 上面寫他的名字 Garlou 然後 每一隻都有 用繩子系上他們這個吊牌 然後我覺得他的臉啊 其實是有點像我們那個 小時候 很小的時候那種 Gamma.mai那種玩具 的那種臉 那種BiboBibo嗎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 我覺得他臉有點像是以前那個 BiboBibo的那個 臉穴劇裡面的人的臉 可能以前的玩具都是走這個 都是走這個臉的路線吧 對 anyway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他的頭髮是一個那種刺刺頭 對 然後眼睛有點兩眼無神 左邊 跟右邊眼睛一大一小 可是我覺得 總體而言 我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那 這一隻的續光力超強 我等一下要好好秀給大家看 好吧 那 這一隻的這個重點 我剛剛 就是影片已經有就是簡單的 拍了一下重點給大家看 然後 我覺得他那個身上的紋路 其實也 也 都蠻棒的 就是 都細節都有刻畫 我很喜歡這一隻 然後 他的大小跟那個 Headlaw Studio那些科學怪人是差不多大 所以可以放在一起 是 把他當成是同一個系列的 的感覺 的感覺 好嗎 那這個是 那個 The Great Garlu 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 好 好 我們現在來 介紹 另外一隻 我覺得也是 很特別設計的是這個 這一隻呢 他就是從那個 七行妖島上面來的 這隻獨眼怪 那個獨眼怪就是 電影裡面最重要的 最 最具代表性的妖怪 就是獨眼怪 然後 他把他就是 deformed 變成了 這個 這個可愛的 一顆 只有露出一顆頭的 的一個 獨眼怪 然後我覺得獨眼怪 先看這個包裝 他包裝很可愛 喔 我要講一個很酷的東西 是剛剛那隻 The Great Garlu 他好像是中國做的 他上面寫是 Main in China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看一下 對他確實是 Main in China 然後 他這個盒子 跟那一整隻是 Main in China 可是這一隻 這隻 獨眼怪 他是Main in Japan 你看他的那個牌子 他上面是選Main in Japan 然後 所以說這個膠是 日本膠 然後他 這隻也是跟Headlock Studio合作 設計出來的玩具 然後也算 應該算是有license的 然後 包裝長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包裝還蠻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 他的 他的實體是長這樣 很可愛 很簡單的一隻 獨眼怪 然後他也是虛光 然後虛光也很強 那我覺得這隻的特色呢 是 我覺得他的腳是一個特色 因為我那天在擺放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腳是用那個馬的腳 所以他是一個 不是一個直直的 你知道像 像是 Headlock Studio的玩具 他們的腳就是這樣直的 對不對 可是他這隻腳 他是有設計過的 他是一個馬的樣子 所以 我覺得 然後重點是他有平衡 他平衡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設計是 蠻可愛的 蠻值得 是一個用心的設計 然後他的那個馬蹄上面 其實 也都有一點 就是塗裝的金色 淡淡的金色 對 然後 他旁邊有一點 就是藍色的塗裝 讓他的立體感 就是 比較足一點點 這隻玩具我大推 那主要是他超級虛光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就是 我把他帶進廁所 就是拍的影片 我沒有特地拿他去給光照 我就是 在房間裡面 然後把他拿到 拿到廁所 然後把燈關起來 就有這個效果 非常非常的亮 所以 如果喜歡虛光的人呢 我會非常推薦這兩隻 就是 讓你的房間非常非常的亮 然後 他們兩個就是有一點那種 復古的那種可愛風格 我是還蠻喜歡這兩隻的 就大推這兩隻 這兩隻你看我自己都猜 因為 我就是很喜歡這種虛光玩具 我要自首 然後那再來 另外一個最後一個 這個 Justin 他們店裡面的 最後一個玩具 是這隻 那這隻其實不是 他不是在那個 抵抗的限定玩具 他之前有在網路上賣 然後也是 一上架就銷售一空 可是我 那天在攤位 看到他還有兩隻 有在賣 所以我就 我家裡已經有一隻了 因為我非常非常喜歡這隻 所以我那時候很會一隻 買一隻 所以我這次在會場的時候 我又再買了一隻 好不好 那這隻也是一樣 他跟 就是日本的這個M1 的這個玩具 老牌的那個 玩具廠合作 做的一個 騎腳踏車的一個 獨眼巨人 你看這包裝多可愛 就是有日本畫風的 然後上面也有印 是那個 就是 Justin 跟 跟這個 M1 的公司合作 然後就是這個三輪車 然後打開來給大家看 這個三輪車的公司 他們之前也有 跟什麼鹹蛋超人那些合作 做過很多很多三輪車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找 M1 這個 日本老牌玩具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 可愛的小獨眼巨人 超級可愛 看得到嗎 嗯 就是這隻 這隻的塗裝超棒 我好喜歡這隻喔 那個 他的塗裝是很扎實的塗裝 然後塗裝的非常非常好 我就是很喜歡這種 就是很硬派的這種扎實的塗裝 然後他的車子就是也沒話說嘛 就是這種鐵的那種 也是也是早期日本的那種玩具 是那種很多鐵的元件 然後做出來的這種 那個 那叫什麼 叮噹車 然後這台車子呢 給大家 這台車子是 有聲音的 然後還可以動的 是上發條的 然後我現在要上給大家看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 就是復古那種 的那個聲音 你們看喔 他這個跑的時候 他的輪子這邊還會這樣 先弄給大家看 這會這樣子 然後 這個 我裝給大家看喔 好 我真的好喜歡這玩具 這玩具可能 是我 所有買玩具我最喜歡的一個 你看 放在這邊 喔 看到嗎 他是會這樣的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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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對 我決定呢 我以後 出去玩的時候 我就要帶著這台小車子出去玩 這個讓我想起來那個 It 那個 那個腳踏車的感覺 Dihara老頭 好不好 Dihara老頭這一次呢 他也有一些玩具在 在那個 DECON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這一次買的這個老頭 所有的 我的所有的軟膠收藏裡面 我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 我就只有老頭 我不可以不要 因為老頭對我的意義非常重大 他是我的第一支 就是設計師軟膠玩具 我就是先有買老頭以後 我才開啟我就是喜歡 收集軟膠玩具的這個路線 所以我之前還帶了我那個第一代老頭到處去旅行 所以我覺得老頭是 我每次只要在展覽看到老頭 如果可以買不要排隊還得太痛苦的話 我都會買 那好吧 那這隻老頭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在其他展覽有賣過 因為像台灣的那個派店的老頭 我每次都排不了 我每次都沒有抽到千 或是每次都排不了隊進去 都從來沒有在台灣買過老頭過 因為實在太困難了 那這隻我不確定之前有沒有出過 可是 是我很喜歡的 的一個玩具 那他是這個老頭 老頭的樣子跟 以前的那個正常的 原版老頭的形狀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猜這個是 新開版開模作 他的手變成那個豬的手 這邊變兩隻手指頭 變豬的手 可能是要表達一個色觸的感覺吧 然後豬頭在這邊 這是豬頭 豬頭當然就是可以戴上囉 那我會建議 你們要戴上之前要用吹風機吹一下 才不會就是卡住然後掉漆 那我戴上去變成這樣子 看多可愛啊 真的是 這隻玩具也是我非常非常在 就是這次Dcon裡面 買到非常滿意的一隻玩具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種Q版的可愛的玩具 就是小豬頭 然後他除了這隻以外 他還有出其他角色 好像還有 貓啊 兔子啊 好像還有狗還是什麼 好像有四隻 可是我那時候因為 我沒有辦法花太多預算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老頭 給大家看 可愛的小老頭 那我們今天最後兩樣東西 是從Monkey King這個攤位來的 然後 首先介紹第一個呢 是這個 Moonflower 給大家看 大家都會想說奇怪 應該是Sunflower吧 太陽花 怎麼會是Moonflower呢 那可是就是這個 這個作者是叫做 Yousuki Yamamoto 所以Yamamotoさん呢 他說他們對月亮有一個執著 他覺得月亮可以治癒人心 然後搭配這個 那個Sunflower 太陽花的這種形象可以 讓人家就是得到治癒 所以就是有一個這個 Moonflower的一個藝術作品 那這個 這個材質是這種 類似樹脂吧 是比較軟一點點的材質 可是如果你不摸它的話 其實它是有那種 陶瓷的這種高級感 用看的話是有這種陶瓷的高級感 然後 它顏色塗得蠻好 他的這個作品呢 其實是從他的一個畫作 就是一個Moonflower的畫作來 是2018年做的 然後 他當時2018年的時候 我記得他就是有出這個Moonflower了 是出白色的 然後 他後面也有出粉紅色 然後 最近這一次 今年2021年 他出了一個藍色的版本 然後 這個就是他好像也有限量販售 我在網路上看好像 官網上也已經賣完了 然後 很幸運的 我幫我朋友買了一顆 讓我自己買了一顆 我朋友他 我們兩個都要自己 就是自己留著 然後我朋友就說可以打開來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就是這個Moonflower 那Moonflower 他的這個袋子呢 是 是他 是他的那個畫作的袋子 你看得到嗎 有印他的 他的畫作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可愛的 藝術品 放旁邊 最後最後就是介紹這個是 我之前一直提到那個 Luke Chew 他就是做了那個熊 他自己也很喜歡畫了一個熊的一個作品 然後 他們這次有出一隻 這隻小隻的熊 這隻很簡單的小作品 就給大家看 不是暴力熊喔 這是那個Luke他自己的熊 跟暴力熊一點關係有沒有 沒有這個 可愛的熊 然後因為這個look 他這個設計師 他之前有 呃 因為好像憂鬱症的關係 就是影響了他的生活 所以他 他的畫作或是他的作品裡面 都會有一點點帶有一點點憂鬱的氣息 所以 他的這個熊啊 看起來就不是開心的熊 是有點 鬱悶的 然後可能就是 嗯 他的作品上面也是有想要表達一點點就是 憂鬱症的一些人的心境的感覺吧 然後 這個look 他 他有幫我簽名 在下面 那時候買了這隻的時候 他有特別有簽名 然後 這隻是我要買給我朋友的 買給Max 因為Max他 每年去Dcon的時候 他都會買一次 就是買look的作品 那這次他沒有辦法去美國 我就 把他買一隻小隻的 好吧 那介紹很快的大家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要嫌我畫很多 因為 我自己覺得很多故事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好吧 那就期待下一集囉 我再來準備下一集的開箱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就這樣子囉 掰掰